Hello 大家好,我是熊貓俠Pandaman 李源,歡迎回來。 中共外交戰狼頻頻上演咄咄逼人的畫風,這是大家熟悉的戰狼外交。與此同時還存在熊貓外交。 注意啦,這個熊貓外交與我們熊貓俠沒有半無錢的關係,我們是俠客,我們這裡不兜九尾巴圈,我們是劍子赤龍,毫不含糊。 而這個熊貓外交是甚麼呢?是指北京在宣傳國家政治議程同形象時,對國內和國外觀眾擺出兩幅面孔,兩套標準。對內強硬,反美,對外就謙虛,低調。 習近平上台後,鄧小平潛心實施的韜光養晦外交策略被逐漸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實施針鋒相對的強硬外交路線。 中國人展示進入所謂的強國新時代。 習近平的外交路線被外界稱之為戰狼外交。 用民間的話說,這種戰狼式的外交風格已經見證了中國外交的好用鬥狠。 伴隨強硬外交作風,導致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在戰狼外交話題甚囂塵上之際,習近平在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表示, 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 習近平不得不採用溫和的方式繼續為中共續命。 習近平的轉變,結果出了問題,引發了黨內內空。 戰狼與紅貓兩條路線出現衝突,鬧起來了。 中共的外交戰狼日日扯住喉嚨大叫,出征全球,咄咄逼人, 以及超出常規的挑釁行徑遭到越來越多的國際批評和抵制, 並且在中共內部亦引發批評。 最近有媒體披露,外交部與國防部為了說話風格掀起一場明爭暗鬥, 吵到去習近平那裡。 據香港南華早報8月9日,報道引述一位中國內部人士的說話指出, 中國外交部在國際上盡情口竊之快,樹敵無數, 而當民主國家被戰狼激怒,和中國真是到了戰爭邊緣。 中國軍方卻拒絕同多國聯軍交戰。 看來軍方多少仍是有點自知之明。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試想一下武統台灣問題,請問日日喊著要武統的都是什麼科式? 那就是這班中共的智障團。 說句老實話,我不相信軍中真是會有誰願意打仗。 我在國內讀大學的時候,部隊有時候會到不同的大學專業裏面挑選一批國防生, 那個時候學生私底下都會討論說,真是怕以後打仗要上戰場。 其實作為中國來說,沒有開戰的理由,真是打起來也沒有必勝的信念,沒有一個可以支撐軍隊的信念。 我就問,有沒有台灣對於大陸人,每一個大陸人來說有什麼切身實際的影響? 不對於台灣這樣就不一樣了,會不會被中共統治對於台灣人來說是本質的區別? 我們前兩天做了一個節目,詢問台灣人是否會為了保護台灣上戰場。 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很感動,因為有信仰,所以敢走出去。 所以中共的智障團在怎樣喊?軍隊心裡很明白,不想打又不敢打。 回到這次的外交部和國防部的衝突。 據消息人士透露,外交部批評中國軍隊在與美國打交道時過於軟弱。 雙方的爭鬥最後吵到習近平那裏,兩派互相向習部長。 軍方向習近平表達了對外交部戰狼外交的擔憂,說不會為他們的不負責任言論埋單。 報導中說,總部設在北京的全球化智庫上月舉辦中國新聚事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一位教授處恩在會上警告,中國外交部正形成一個奇怪的外宣內宣化,導致對話對象混亂,增加了說話衝突和文化誤導。 比如中國專家、學者、外交官的發言,令人分不清到底是說給國外聽還是說給國內聽。 這位教授不像李毅之女活在自己的幻想中,這位教授說話還是比較精闢的,他說在早期,我們相信流利的英語有助於說中國的故事,現在呢,我們可以說流利地道的英語,但我們的外國同行根本聽不明白。 男組透露,這篇報導隨後被撤下,據說是中共外交部對此大發雷霆,這個教授的言論受到高層警告。 但是大家都知道,話語權掌握在外交部的手上,狼子會撤私底里地叫喊,是絕對聽不進去理性的聲音。 這班人在關鍵的國際議題上口水四淺,其實反過來也都是在跟習近平話談。 我們都以台灣為例,等到戰狼喊到一定程度,最後的結果就是習近平不出兵,只能說明習近平無能。 雖然習近平在7月1日的共軍建軍談話中,特別提到攻佔台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習近平的回旋餘地越來越少,因為習近平曾經說,我們總不能夠將台灣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這樣意味著每過一年,他都必須做下事。 中國問題分析專家張家敦認為,中國實際上不會為台灣而試圖發起一場戰爭,原因有兩個。 首先,為了使中國佔領台灣,習近平必須要一名軍官,一名將軍,一名海軍上將,控制中國全部或大部分武裝力量。 這樣會令這位將軍或上將,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他認為習近平不會這樣做,而且即使習近平認為他能成功佔領台灣,那個代價也是可怕的,中國外交政策的頭號目標不是奪取台灣,而是保持共產黨的權力,這樣就意味著即使習近平認為可以成功。 他可能也不會這樣做,因為他覺得共產黨可能會因為可怕的代價而跨台。 台灣社會對北京的民工武嚇早已司空見慣,當地幾乎沒有人憂心台海會爆發戰爭。 有很長一段時間了,但一直沒有發生過太嚴重的事情。 因此,台灣人對此可能已經習慣了。 話雖然這麼說,畢竟總加速師的行事經常是超出正常人的預料,所以我們也不能夠盲目安慰台灣人。 雖然中共沒有對台灣採取實質的行動,但多年來一直採取漸進的軍事挑釁,採取這種所謂的灰色地帶侵略,目的就是為了壓縮台灣軍隊的活動空間,恐嚇台灣人民。 台灣也必須迅速加強防禦以及美台合作,畢竟我們以上的分析是講給有正常智商的人聽的,畢竟好像無敵黨這種無智商無折操的智障團體無論做出什麼愚蠢的決定,也都是有可能的感謝收看,下次再會。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